台湾国军需要新的飞机 那之前如果你记得的话 台湾新闻告诉过大家 说要跟美国买66台F-16V 说将近要台币4000亿 好这个价钱很多委员都说 需要这么贵吗 甚至有人质疑说 美国把台湾当盘子 因为呢 卖了很贵给我们之外 我们要跟他说谢谢 你觉得这相对等吗 现在最新的消息传出来说 其实我们真的不是要买16V 是要买别款飞机 是不是只要美国推出 我们就一定要买 到底怎么回事 好那这一次他其实当然 一开始媒体报道这个价钱 到后面其实军方现在 比较一个统一一个说法 是军方抓的预算 大概是2500亿左右 也就是66架 大概每架折合台币 的确是1亿多 那听起来还是比之前 巴林买的这个逻辑要贵 还是贵 因为他这个价钱呢 2500亿 一架1亿多 这个价钱还包含了 两年份的零付料件 以及呢 可能还有一些空对地的武器等等 一整个包裹加在一起 当然这样一个价格 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 我们以前不是要买F16 CD吗 那个F16 CD 那个会比F16V好吗 好多型号都乱的 FV有没有好吗 那其实我们刚刚 在这个部分来讲 F16他整个生产的过程里面 他最早的AB型的话 他有那个包括像 Block 0 Block 1到Block 5 Block 10到Block 15 跟还有我们台湾专属的Block 20 那从Block 25开始呢 就是F16 CD了 一直到Block 50 那从Block 60的话 对不对 他是专门给阿联的F16EF 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型号 既然你看前面已经 这么多Block过去了 如果未来新造的F16V的话 他属于F16 Block 70 或是72的这样一个 那70跟72差在哪里 就差在发动机 70是用G1的发动机 那个72是用普惠的发动机 那因为我们一直是用普惠的发动机 所以最后我们应该是买72才对 那当然你说这个飞机 跟前面飞机差在哪里 就差在这个ISAR 主动电子扫描式的雷达 机头那个 对 因为它这个雷达本身是 电子主动扫描的 跟过去被动扫描 完全不一样 它可以看得更远 然后坐在那效能更好 那当然其实当初 我们跟美国买飞机的 这样一个磋商的过程 其实已经开始蛮久了 大概从2016 17年就开始 就表示说 台湾我们希望能够买 因为其实战力空隙 本来那边F5马上要除役了 我们有缺 这个空在那里 那怎么办 你一定要来补啊 那所以双方其实也经过 这么两年左右的一个 意见交换之后 其实我们这次也很快 我们这次已经直接是 给那个发家书邀请函了 也就是说 等于双方已经砍得差不多了 那我方提出这个 那个发家书邀请函之后 美国大概差不多 会在大概五个月左右 就会做出结论 卖或是不卖 年底会有货 对对对 但是也就是你如果最快 年底能够搞定的话 其实说真的 你通常是签约之后 大概差不多36个月 能够接到飞机 所以以2023年开始交机 是合理的一个推测 还要等三年 那当然这个飞机呢 我们要讲就是说 它是不是有比F16CD好 以目前来说的话 F16V 也就是F16 Block 72的话 它是用F16CD的机身 就是F16 Block 52机身的改良 然后搭配了新的雷达航电 所以整体来说 它当然是比 现在的F16CD的性能要更好 因为以美军来说 美军它在服役的F16CD 本来就是要准备升级到 F16E 就Block 72这个标准 但是因为美国空军自己没钱 那当然现在又有一个说法说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不是2017年就已经在商谈这项军购吗 所以其实当时有好几个扣选的飞机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长期关注我们挑战新闻的 我们在去年年初就跟大家讲 那时候有包括像F15 厨艺的F15 然后加上改装以后 卖给我们 包装一下 然后你有说 F18卖给我们 也有 对不对 最后呢 雀屏重选是F16V 那当然也有一种说法 说最近有那个报道说 当初我们那个国安高层有人说 你只要是你波音来 我就挡 那也有一种说法呢 是波音为了不愿意放弃在大陆的广大市场 怕被大陆的报复 其实因为军售这个东西很特别 就是如果今天是你美国政府决定 要把这个飞机卖给台湾的话 那你波音也不能说 对不起我不做我不卖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如果今天真的 当初决定是 不管是F15也好 或是F18 这两款飞机 都是由波音所生产的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说这两款飞机中 其中一款 却凭重选的话 对美国来说 对波音公司来讲 它没有不卖的权利 它非卖不可 它非得执行这项 它政府的一个政策 那当然也有是说 国安高层的态度非常果决 说你只要是波音 我就绝对挡到底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个可能性 其实应该没有那么大 最主要还是来自于 就是说很重要一点 很务实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今天 你买F16 我们现在已经有 两个连队的F16了 我们常常在笑 印度一天到晚摔飞机 东摔一架 西摔一架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的这个飞机 从这个军事民 的角度来看 哇真的很开心 印度空军飞机 什么都有 种类超多的 苏函30 幻象 不同系统的 卡法 然后这个米格机 然后什么 通通都有 机种越多 后勤 那个维修 料件 越复杂 然后能够好好的 那个维持一个机队的 那个可能性越低 所以对于 世界现在大部分的 空军来说 它大概养两种飞机 一个重型战机 加一个轻型的 这个支援战机 那美国空军的话 就是F22跟35搭 那另外就是 F15跟F16搭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现在已经有三种了 又有幻象 又有F16 又有F16 你要再搞一个F18 不要了 那我们可能就会 步上那个印度的后城 我们下轻型的 转型的 我们下轻型的 散步 我们下轻型的